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都被换掉了 那尽管说一把手现在没有被明确公布出来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们认为那夏宝龙是肯定过去了 那特别是蔡奇突然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专职的副书记的职位 直接下到北京市任北京市长 结果在北京市长的位置上 我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非常特别的文章 文章题目叫做习近平被称为核心 被称为核心却深陷在一种辉煌与焦虑中 在辉煌与焦虑中的本身上 提到蔡奇说蔡奇在进入北京市成为了代理市长之后 竟然就在北京日报上直接讲习近平是一个 他是英文了叫辉煌的领袖 所以我让我想到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前 不到一个星期 差不多吧 就在六中全会将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曾经看到在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上登一个说法 说有人把习近平要称为领袖 称为国家的领袖 超过邓小平的概念 那与毛泽东相同 毛泽东相同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家知道 对吧 东方红太阳生 大家知道 如果把习近平称为舵手的话 他放在主席的角度 那就意味着 在国家的性质上有所改变 起码他们的做法当中 是在远离共产党的概念 去突出国家的形象 我不知道朋友注意到没有 习近平在强调自己党的身份 党的意志概念当中 主要是针对中共党的高级官员 而在强调国家的身份过程中 是与国民 是与老百姓和国际社会当中吻合的 我不知道是他的身边的人 故意这么做呢 还是在媒体当中 无意中看到了这种现象 提到对中共党的体制当中的 这种管制 美国之音呢 今天呢 我看到最新的那篇文章提到 他拿出的党内生活准则 政治生活准则 与党内的监督管理条例 是否意味着 加大力度 对党内的意志进行打击 也就是说 将是否意味着 中共党内的内斗 更加激烈 那这就是我今天这期节目当中 另外一个内容 同样来自于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提到说 中国的经济泡沫的这种状况呢 应该是不仅仅是泡沫 它带来的一种某种影响 是跟整个制度相关的 那也就是说制度存在 泡沫自然存在 而距离美国大选就在眼前 所以而美国大选 所出现的现状 和包括在韩国 韩国总统遭遇了 从未有过的危机 都形成了国际社会当中 非常乱象的一个场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 非常乱象的一个场面 那与此同时 中共六中全会和习近平 将要所作所为的这种背景 在映称着七上八下的说法 中多媒体 包括香港媒体 德国媒体 美国媒体 都在评价着七上八下 在现实环境中 被中共高官在外交 在这个记者会上 轻描淡写的给否定了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世界范围内各大新闻 新闻机构 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要收看这期节目的完整内容 请你点击下面的链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